感谢关注哈萨克这个词语 是白色的意思 或者有自由的意思 种种意思吧 在我国有一部分哈萨克族 而在我国新疆的对面 是一个国家叫哈萨克斯坦 是前苏联独立之后啊 这个国家最终实现了独立 在前苏联的废墟之上 回顾哈萨克克人的历史 与他的游牧与沙俄 与中国有这千丝万缕的联系 哈萨克韩国最近的时间比较晚 已经在公元1500年了吧 左右 由于他是个游牧的部落联盟 使得其内部是一个比较松散的 是个部落的联合体 我们都知道 中国北方在漫长的历史上 我从出现和无数式的 世俗部落联盟 最有名的匈奴 突厥 宪卫 柔然 蒙古 七大安 女真等等 每个在中国北方游牧的 世俗部落联盟 各领风烧一百多年吧 由于有无无多的天然的生产方式 虽然都其很难积蓄出一个真正的有实力的庞大的帝国 但是由于他的生产方式也造成了他的军事力量 往往就是生产方式 使得它的军事运作的成本比较低 因此在历史的对农耕的侵入过程中 是极有强的机动性 而这种机动性 在农耕地区的破冰很难真正的抓住 其游牧的阻力阶级歼灭 因此这种流动性 游动性 使得其具有天然的军事的优势 因此这种军事优势又在其各自的权力的争夺中 消货争夺消耗 才有了中国北方格林风骚 一百多年的部落的新兴落落 兴起于衰落 除了匈奴本身自己的力量 往往这种力量与农耕的互动过程中 也使得农耕的帝国开始反思 如何与北方的游牧 施主布鲁联盟相互处理关系 而这种关系的处理 一方面是军事手段 另一方面就是和亲 和亲一方面能够环和双方的军事消耗 另一方面也是有助于双方资源的相互的弥补 和资源的合理分配 这种合理的分配方式一直延续 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延续性 而在罗马帝国与北方的蛮族游牧的互动过程中也存在 而这种机动性伴随着近代历史的发展 传统的游牧的游动游牧的游动性流动性的这个特点 被工艺化的摩托化的步兵 摩托化的骑兵 摩托化部队所取代 其游牧特点反而成了劣势 因为其生产方式很难真正的构建出一套有效的国家机器 与被工业化武装的沙俄帝国相互抗衡 因此在1500年之后 哈萨克这个松散的部落 韩国迅速被沙俄 这个来自西方的被工业化力量包裹和武装的军事强国迅速征服 在中亚北部地区建立了都督府 叫东托学斯坦都 建立了一个行政机构 这个行政机构由沙皇派出地方官员进行管理 而伴随沙俄的现代化 来自西方的工业化力量进入到了该地区 所以的话这个事弹纳入到了静态化的地区进程之中 开启了极农业集体化工业重工业化的历程